年底尾牙季 大型企業的尾牙活動 特別受到各界的矚目 餐飲集團龍頭今天率先登場 祭出了總獎金800萬元 以及調薪幅度最高4.5%的好消息 振奮人心 現場還特別邀請到人氣天團 五月天登台表演 場面嗨到不行 騎著小摩托車出場 戴著假髮 穿著緊身褲襪 董事長戴生意 大跳電影女神謝忌葉的姐姐 瞬間嗨翻全場 只是怎麼跳起來 好像有點KK 展男女神一出場喜氣洋洋的打扮 唱起招牌舞曲 可讓台下男性員工瞬間超專注 一聽到這個尖叫聲 就知道輪到天團五月天上場啦 號召力超強 台下員工還有節奏的 一起打著節拍 全場武林 年輕火力 YA 員工們一個比一個興奮 互相加油打氣 餐飲集團龍頭請來五星級外匯 席開1100桌 每桌還要價8000塊 可說是今年規模最大的尾牙 甚至還有特別規定 不能喝酒 那是非常慘無人道的 而且非常的暴政 因為要照顧通人的安全 除了狠雜4000萬舉辦尾牙之外 不為食安風波影響業績逆序成長 年終獎金改成每月分紅 四等以下支援加薪1到4% 電漲及一種支援還能分股 變相加薪到30% 今年的表現比去年好 所以我們年終後來 又採取一個方式 就是每個月 譬如說一月份賺的錢 二月25之前 就把33%分給每一家電的通人 就是我們用利刃中心制的 因為這樣的話 對他們來說 他們不用等到年終了 他們每個月都可以分到紅 穿下許多新制度 鼓勵員工一場尾牙 不僅表演精彩 重點讓員工薪水漲幅都很有感 也讓人看到龍頭餐飲集團的 驚人相信力 U電TV 陳俊傑 李子萱 台北報導